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完再掰小段 这样脏东西就不容易进去 这有的这个豆角嫩 它都没有筋儿 豆角和湿的呀 现在都是鸡尖菜 特别的便宜 这豆角是两块钱一起 西红湿一块钱一起 豆角摘好以后把它清洗一下 这个豆角刀掰的稍微短点 不要掰的太长了 虽说现在冬天也有豆角吃 但是口感它不如这个 正劲下来的这个豆角口感好 这个我家有的做湿的酱里面 爱吃辣椒的也可以放辣椒 放辣椒的 放茄子的都有 我家是比较爱吃豆角 里面就放点豆角 摘好的豆角段 放到这个漏王里 控干表面的水分 接下来 我把这个装西红湿的瓶子用开水煮一下 给它消消毒 这个瓶子是凉水就放到锅里的啊 要是直接放热水的话 这个瓶子容易炸掉 让它慢慢的加热 这样瓶子就破不了了 这水开了煮上了一两分钟就行 再烧上一锅开水 把这开得到的柿子烫一下瓶 这柿子用开水一烫 瓶是特别的好拔 这柿子瓶薄薄的 轻轻一拔就掉了 瓶看的不是特别红 这个柿子里面是可红了 这都是熟透了的柿子 拔了瓶以后把它中间切开 这个时候慢点 小心把手削到 把这个柿子的这个根去掉 这个根特别硬 吃起来影响口感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大田柿子 也不是什么好品种 但是柿子味特别的浓 这年年都是老妈做 今天黑哥自己做 做完来让老妈吃就行了 柿子全部处理好了 这全是熟透了的柿子 就不用刀切了 拿手撕把撕把就行 这么它把这个熊市里的枝叶全挤出来了 做酱子 掰下的比那个切下的口感好 哎呦 这村里的苍蝇真多呀 做个柿子 老往的跟前乱飞 这柿子全抓碎了 这个里面的枝叶是特别的多 臭乎乎的 现在再把这掰好的豆角 一倒到这个西红柿酱里 搅过匀 搅匀以后就能装瓶了 这个里面什么也不用加啊 基本上就是原汁原味 炒的时候再加盐什么调料的 这瓶子也放干了 现在开始装瓶 这西红柿块和这汤 装的均匀一点 装的也不要太满了 上面留上一点点空间 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装下一瓶 锅里接上水 这个水要没过这个锅里的壁子 把它装好的西红柿酱 放到这个壁子上 它这锅小一回只能蒸五瓶 全部把它放平 放到里面 这个时候给它盖上盖子 但是不要拧啊 盖子上边行 盖子盖在上面是防止这个 蒸馏水滴到这个西红柿酱里 盖上就行 盖好以后盖上锅盖 开大火先把水烧开 气已经上来了 就这样大火蒸上三十分钟 这个柿子和豆角就全蒸熟了 蒸透了 西红柿酱已经大火蒸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关火 先开盖子 让它凉上一下把它取出来 把这蒸好的西红柿酱 这个盖子拧紧 一定要拧紧啊 电块这布有点烧烧 这瓶子有点烫 盖子拧紧以后 把这个瓶子倒过来 扣到这个桌子上 这样一是避免里面进入空气 而是检验一下这个盖子漏不漏 就让它这样自然冷却吧 等柿子酱自然冷却以后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储存上一年它都不会坏 酸甜可口的西红柿酱 大家赶快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